单亲父亲含心如苦将儿子抚养长大 儿子却在出国念书后杳无音讯 父亲多次来警局报案 却都被警察以儿子是成年人为由拒保失踪 苦寻儿子一年多 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父亲抱着寻人启事准备跳桥 却在最后一刻看到了脚下的广告 别寻死 打这通电话 我们会替你解决烦恼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父亲拨通了电话 很快一辆出租车停在了他的面前 来接他的正式复仇小队的到齐 老父亲陷入回忆气不成声 多年前他的妻子因意外去世 他一个人开炸鸡店把儿子东仔拉着炸发 好在东仔听话懂事 两人的日子也算温馨快乐 这天房东又来催他续交下一年房积 他安生恳求的样子被儿子看到了眼里 第二天 儿子就告诉父亲自己被选中出国交还 学费由全额奖学金支付 自己不用出一分钱 父亲高兴地带儿子买了一身正式的西装 还特地在袖口上袖上了儿子的 机场送别时 儿子为父亲带上手 叮嘱父亲闹钟响起就要记得吃药 父亲看着儿子走进后机厅 怎么也没想到儿子这一走便是凶多吉少 刚出国东在每天都会和父亲打电话报平安 几天后却再也没有消息 电话打不通 短信也全部石沉大海 老父亲察觉到不对劲 心中万分煎熬 此时房东突然露目 父亲以为他又来催促 上前卑微讨好 哪想房东却一反常态地告诉他不着急 在父亲的追问下他说出事情 父亲焦急地找到儿子的同学 却得知儿子已经休学了 出国根本不是什么交换 而是去了越南打工 父亲气坏了 但随即涌上心头的却是深深的愧疚 就这样父亲踏上了去越南寻死 可当他顺着合同上的地址找过去时 却彻底傻眼了